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齊去看看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特區政府又再獻身遊 在今天下午 他們就忽然間宣佈了 要就著推行 電話SIM卡實名登記制度 展開公眾諮詢 諮詢期為期一個月 去到2月28日為止 這宗消息一出了以後 網上就迎來了很大的空洞 不少網民就認為 特區政府又再搞這件事 無非是想加強對民眾的監控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看看到底特區政府所作出的建議是怎樣 特區政府建議 第二用戶是必須要提供他的中英文姓名傳名 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副本 出生日期等等 而公司客戶和商業客戶 就需要向電訊商提供商業登記 或者是公司代表的個人資料 而每名的用戶 包括了公司和企業的用戶 就只能夠 是向持牌人登記不多於三張的儲值卡 16歲以下的人士 登記電話卡服務的時候 就必須要得到最少一名家長或者是監護人的確認 特區政府還說 在這個新例實施之後的第121日 所有在市面上出售的電話卡 都必須要在啟動服務之前 作出實名登記 而去到第361日開始 未曾作出實名登記的電話卡 就即時失效 特區政府又建議 當執法部門擁有法庭首領 又或者在某些迫切或者緊急的理由情況下 而沒有法庭首領 都可以要求持牌人提供用戶的登記資料 到底特區政府為什麼要推這個 電話卡實名制度 他們就有一堆官方的原因 特區政府就宣稱 匿名儲值卡經常被用於各式各樣的騙案 包括有電話騙案 網上購物騙案 求職騙案 和投資騙案等等 令到受害市民蒙受金錢損失 甚至是情感傷害 除此之外 不法之徒更加利用匿名儲值卡 策劃和進行其他嚴重和有組織的罪行 例如人蛇偷運 返運毒品 集團式盜竊 走私 科技罪案 以至 和入境有關的欺詐 而儲值卡亦都被用作遙控引爆土製炸彈 威脅社區安全 總之 什麼都被他們說進去 政府現在要推電話卡的實名制 當然是大條道理 問題就是 市民怎麼想 政府所提出的理由是有沒有說服力 他們說到 匿名儲值卡被用作各式各樣的騙案和犯罪 其實這件事是由來已久的 但你早不推出前不推出 在現在這個時刻推出是相當敏感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刻 市民一定會多事想 是不是要配合監控 有些人甚至乎質疑 是不是要將 所謂社會信用系統斬件式上市 因為大陸也有推行這個電話卡的實名制 現在終於殺到香港 又有網民提出 究竟這個電話卡實名制 是不是要為了配合安心出行Apps的強制推行 因為當你連電話卡都實名的時候 所有行蹤都無所遁形 難免會令到很多市民有不同的想法 實際上也說 當你真的要搞這個電話卡實名制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都跑不掉了 除非有些人 是要用外國的電話卡 然後在本地使用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你用哪一家本地電訊商的儲值卡 都難免要將自己的身份證副本 交上去全黨 另外有些網民就走去隔人家 就說 你好人好者 又怎會用這些匿名太空卡 你不多不少當然是有些不軌企圖 如果不是你為什麼要隱瞞 實際上這種說法我認為是極度荒謬的 第一 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 人家用什麼的生活方式 是不需要你去過問 也不需要向你解釋的 有些人就是喜歡用這個儲值卡 這樣行不行 他不需要向你做任何解釋 這是他的自由 我以為這個原則很多人會理解 原來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 你說有些人用太空卡拿來做不軌企圖 拿來做不法行為 事實上有沒有 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夠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假定所有利用這些太空卡的人 都是在做不軌企圖 所以就支持搞這個實名制 等同於你說去百貨公司去超市買把刀 你不能夠因為有個別的賊佬 拿著把刀來盒著人家的頸子打劫 你就假設所有買刀的人都是賊 對不對 難道買刀你又要實名制來登記 可能遲些要也不定 這個是很荒謬的 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種邏輯 假設人家做任何事都是想違法的 你就要監控 這是很恐怖的思維 你的社會完全沒有互信 很多人實情買太空卡是什麼人 就是那些基層的市民 陰公 那些基層的市民 其實有很多就省得很緊要 因為上台來說 至少都是一塊水 尤其是有數據那些 限流量那些 有些基層索性就不會上台 他就去買這些太空卡 有些就卡接卡這樣用 我也見過 有些就到那麼上下的時候 他就沖回幾十元 又不是直接去那個門市那裏沖的 他又去鴨寮街那裏有些卡買的 那個面值一百元 但是就不用一百元買那張卡回來 是大有人在 林鄭和那些高官當然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這些民間疾苦 又有部分的用家 其實他就是那個平板電腦 那個Tablet 比如說iPad 又或者有些先進一點的手提電腦 他其實有個位置給你插卡 插卡的時候 你就可以上網 但是那些卡他就不需要有通話功能 他只是數據而已 那些都是儲值卡的一種 那這批人很多都是用完一張就扔一張又再換 因為鴨寄很多這些卡買的 是很便宜的 就專門拿來上網用的 都很多人的 那你現在說 全部都要實名制的時候 你還限你三張 當然 我看清楚的報導 他就說每一家電訊箱限三張 其實都很無謂的 因為你用哪一家便宜呢 有些人就一買買幾張都有 我也見過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用戶就擔心 這些的電話卡是一個批次推出的 經常都轉花款的 有些人撲中了某一個批次的貨 原來他是特別便宜的 而且流量特別多 他一買買半打也有 因為他有一個限期 是用很久的 總之你限期之前 啟動了服務就可以繼續用了 這些大有人在 現在你限了三張 是很無謂的 當然我認為 這就是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伎倆 到時他說放寬你十張 可能有些人會收貨 其實這個實名制 就不應該搞了 搞來幹什麼 你說要打擊犯罪行為 就直接打擊犯罪行為 你不需要搞到全部人都實名 你一定會令到很多人有事想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 搞來幹什麼 就當然會令到很多人有事想 而且你為什麼要限別人SIM卡的章數呢 我又不明白了 有很多人他真的不願意上台 因為上台他就有一個合約來捆綁他 有很多人就不喜歡被人綁寫 他喜歡自由多些 你現在就不給他自由了 你一個電訊箱限了三張卡 他偏好某一家電訊箱便宜 或者他住的位置 某一家電訊箱他收得好一點 你限他三張儲值卡 夠不夠呢 有很多人其實都擁有兩台手機以上 其中一台就專門來接聽公司同事的電話 另一台就私家的電話 打給老婆子女的 大把這些人 還有那個Tablet的iPad 或者他那個又一張SIM卡 然後呢 那些手機現在出到雙卡雙待iPhone也有 一部機已經有兩張卡 你限了多少呢 限了什麼呢 這些是多什麼的 然後又說一下昨晚特區政府 圍封了北角的東發大廈進行強制檢測 475名的住客在檢測以後 沒有發現任何的確診個案 林鄭就說 有人可能會質疑零發現到底是不是勞民傷財呢 但是他就認為 這種的受限檢測是有實際的需要 既可以達到所謂的小區清零 切斷這個傳播鏈 亦都可以令到區內居民安心 總之真的什麼都說了 做官真的是兩個口 之前有些市民質疑 你在佐敦風區 檢測了那個數字出來 原來張建宗就說 那個百分比是高過 平時那些檢測的 那些就說高過 你就以那個百分之不知零點幾來 把數字比較 就說這個風區是有用的 當時這個個案都檢測不到的時候 又說有用的 因為可以令到那些居民安心 可以撤斷傳播鏈 都沒有傳播 怎麼會撤斷傳播鏈呢 有沒有邏輯的 還有你說令到區內的居民安心 請問怎樣安心 有個罩子在住他嗎 還是住在那幾座大廈的居民是不需要出入的 不需要上落班的 他一到街 搭電車搭地鐵搭巴士 坐在他旁邊的人是不是沒有肺患者 你也不知道 怎麼會令到居內居民安心呢 不知道是什麼邏輯來的 總之你能說出來就說了 那你不如 就像梁振英所說 你就全民強檢吧 索性反正你五九九章都可以做到的 這件事是 全民強檢 簡直是全部停頓 停擺 反正你說要撤斷傳播鏈 令到區內居民安心 你何必去做這些大戲呢 現在又說弄到紅磡那裏又是長生店開始在這裏 不要弄那裏 這些人不相信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